农历过年前的一个月就是捐血月 而由于天气很冷 很多人不愿意出门捐血 造成血库的存量是严重不足 9号捐血中心特别举办了记者会 大声几呼邀请民众一起来热烈捐血 血库拉警报 受到新冠疫情 天气不稳 气温下滑等影响 加上医院用血量大增 捐血人数大幅减少 花莲血库目前存量仅剩5天 严重不足 而即日起到1月30日为捐血月 花莲捐血站9日在花莲远东北或和平广场 举办启动记者会 大声几呼邀请民众为捐血工艺奉献心力 捐血一代生命之爱 那跟生命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想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生命是没有办法重来的对不对 可是我们的血液是不是可以再生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其实在医院里面 你捐血的一代血 其实有时候不只是救了 这个用血病患一命 救的可能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家庭 台北区也中心负责的是 北北基移花地区的血液供应 那目前的话 我们以早上最新的这个库存状况 我们大概有库存大概6天左右 那目前啊 A型跟O型是最缺的 那这边有机会的话 也希望说能够呼吁各位民众 如果有空的话 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捐血的行列 因为我们在过年前 因为年假预估这个希望能够大家过个平安好年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库存能够充到大概9天到10天 所以目前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 那我想在过年前 我这边就有这个机会 呼吁大家能够参加这个捐血的行列 截至7日统计 库存量为5天 仍未达10天安全库存 尤其以A型O型只有4天 而花莲地区医院每天平均用血量是125单位 平日只有不到30单位捐入 库存相当紧绷 活动以捐血一代生命之爱做号召 包含花莲县卫生局长 花莲市长 花莲县多位议员等 都热情响应晚宿捐血 捐血这些工作也是我们卫生局需要积极推动的 那未来我们一定会全力来支援这个捐血中心 那其实我很感谢我们的福人社或是市指会 他们常常在办所谓的捐血活动 那我想不仅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要动起来 当你看到捐血车就在你旁边的时候 心里就上车把你的手伸出来 一袋热血一条命 一袋热血一身情 所以祝福大家 希望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花莲的乡亲奉献心力 让我们花莲的生命可以永续经营 花莲捐血站启动捐血月活动 每天上午8点半至下午5点开放 春节期间不打烊 仅除夕当天提早1小时修馆 地方各社团也持续推动捐血送好礼 大力呼吁民众踊跃捐血 小小举动大大公益 以备春节医疗用血 记者讲邦彦华联士报导